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指什么说的 难道罪得赦免就真有资格进天国吗 对于这些问题 我心里一直困惑 当我接受神的末世审判工作后 读了许多全能神的话 看见全能神关于三部做工的奥秘皆是 明白了神拯救人类的经营计划的奥秘 我这才清楚 信主得救到底是指什么说的 也看清楚了 神末世做的审判工作 才是彻底洁净人类拯救人类的工作 对于信主得救到底是指什么说的 这实在是奥秘 不经历神的末世审判工作 是没法看清楚这些奥秘的 徐弟兄怎么还没来呢 再等等 也该快来了 谁啊 是我 朱徐 哦 徐弟兄 快进 嗯 来了 嗯 刚才门口有几个闲人漏壳 我担心有人见识 等他们走了我才进来 嗯 中国政府像风铃一样抓不去独徒 最近啊 他们在各军民群又加了眼线 光带红袖标的老头老太太就加了不少 嗯 咱们争得多加小鲜呀 我看哪 以后每个小组聚会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 得秦换着点 不然 一旦被中共的眼线盯上 就麻烦了 哎 你家那边情况怎么样呀 哎 张总人这贴的什么呀 你们好好看看吧 好 好 好 非法治非法宗教活动 这中共装新神的越来越疯狂了 真是恐怖事件啊 秀儿 嗯 中共装新神的越来越严重了 大街上戴红袖标的越来越多 以后出门呀 可得注意 说话得有智慧 信神的事啊 千万不能乱说 好 嗯 妈 我知道了 嗯 徐志倩呢 不在家 不在家 你们这是干什么 怎么随便搜家 快说 徐志倩去哪儿传道了 不知道 不知道 给我仔细搜 你们凭什么抓我丈夫 他犯什么法了 犯什么法 信神就是犯法 有人举报他到处传教 这就是犯法 我们就得抓 我们信神传福音 到底犯哪条法了 你们不出示任何证件 就随意入户搜查 你们这是执法犯法 你跟老子谈法了 你凭什么刀吗 凭什么 我告诉你 在中国共产党就是法 共产党不允许你信神 你们信神就违法 中央早就有令 对待你们信神的人 可以随便处置 不用请示 更不用处置任何证件 组长 什么都没搜到 今天没抓到徐志千 算了走运 把他老婆带回去审问 好 妈妈 快 小熊 你别你们抓我吧 小熊 小熊 走 快走 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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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 熊 摔着没有 没有 你咋来了呢 警察来咱家抓你了 警察上咱家来了 天一不在家 就把妈给抓走了 爸 一个千万不要回家 是啊 你们家里这儿静 警察很可能走到这里来 是啊 徐弟兄 你赶紧走 到位置躲躲吧 赶紧躲躲吧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秀儿 坚强点 爸得出去躲一段时间 你也长大了 要学会依靠神 学会独立生活 有难处 多找弟兄姊妹救头 知道吗 爸 爸 学弟兄 你放心走吧 家里边的事我们会照顾的 是啊 学弟兄 这是我们新办的家 这地方的人 都不知道我们的姓氏 你住这儿能安全一些 感谢谁 徐弟兄 吃点饭吧 干了这么远的路 你也累了 吃晚饭 早点休息吧 明天咱们再聊 好 你们也休息吧 好 出事 你别露了 你帮我 你去帮我 走 你去帮我 你去帮我 把我去帮我 你帮我去帮我 今天老子非打死你不可 我心神没有犯法 国家宪法明明写着 宗教信仰自由 教会所做的事都合乎宪法 你让我交代什么 不知道心血怎么样了 遭受苦行折磨 能不能站立住啊 今天我临到这事 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该学哪些功课呢 熬练是神成全人的最好方式 只有借着熬练 借着痛苦的试炼 才能使人心里 对神发出真实的爱 没有苦难 人对神就没有真实的爱 里面没有试炼 没有真实的熬练领导 人的心 总是在外面飘着 受熬练到一个地步 你看见自己的软弱 你看见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难处 看见自己的缺少太多 遇到许多难处都胜不过去 看见自己的悖逆太多 试炼之中 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的实在情形 试炼 更能成全人 在经历试炼的同时 不管人软弱也好 或者里面消极也好 对神的心意不明白 或对实行的路不太透亮 这都正常 但总的来说 你得对神的工作有信心 无论神怎么做工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 你都能追求生命 追求神的工作 在你身上开展 追求真理 对神的作为有认识 而且能按真理行 这就是有真实的信心 这就证明你对神没失去希望 你在偶恋中还追求真理 能真实爱神 对他不产生疑惑 不管神怎么做 你还仍然实行真理满足他 还能在深处寻求他的心意 体贴他的心意 这才是对神有真实的信心 徐弟兄 起这么早啊 赵弟兄 坐 这晚上休息得还好吧 这一夜没怎么睡啊 我家姊妹被抓的监力 我一直担心他 中共抓到信神的 那还能有好 肯定用苦心折磨 他能不能承受得住啊 我以前川夫因被抓捕 就差点被警察折磨死 我一个劲祷告神 好歹站住了 没有背叛神 可他一个女的 也没经历过这事 他要遭受苦刑 会怎么样呢 如果真被打残了 这以后可怎么生活呀 没办法 只能祷告神啊 心神被抓 落在监力 这是大的失恋 我看家姊妹 挺有信心的 应该问题不大 受酷刑的滋味 不容易承受啊 中共警察对待信神的 那真是往死里整啊 那酷刑折磨 咱们男人都不容易扛住 女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真担心我家姊妹 站不住见证啊 或者她被打残了 我就得照顾她 那我还咋做救回工作呀 一想到这些 我就救心了 后来我读读神的话 对神的心意就没有威胁了 神就是借着试炼 来显明人 捷径人 使人在事实面前 看到自己的败坏也缺少啊 这样 人才能渴慕追求真理 达到被神捷径成全啊 试炼 都是神许可临到的 也有神的美意啊 是啊 这次试炼 就把我的真实神脸显明了 以前 我总觉得自己信神能贫能舍 就是坐监收酷刑 都没有否认神背叛神 我就以为自己有神链了 对神有真实的信心了 没成想 这回我家姊妹被抓 我反倒软弱了 看来 我的神量还是太小 对神的信心 爱心 还是不够大呀 神知道我的缺少 借着这些试炼 来显明我 成全我 真是感谢神啊 感谢神 经历试炼 的确对我们的生命进入 有益处啊 我也明白了 神就是借着试炼 来成全咱们生平长大 那咱们就感谢咱们神吧 感谢神 起来了 李弟兄来了 我这样就找你 快进屋 好 李弟兄来了 快进屋 吃饭了 好 你们先吃吧 我们还有点事 好 你先忙吧 现在教会情况怎样 现在弟兄姊妹啊 面对中共政府的疯狂 针压以抓捕 还有宗教界牧师长老 敌基督势力的搅扰 许多刚接受神牧师 做工的人 都有一些消极软弱 胆怯害怕 一想到这些啊 我就感觉压力很大 要教官好这些弟兄姊妹 使他们尽快明白真理 在枕头上扎下根基 得做许多工作啊 是 我明白真理有限 徐弟兄 咱俩陪达做教会工作 你可有多帮助我啊 如果发现我有问题 直接点出来 不好求证啊 这样做对教会工作有利 是 教会的工作 难处是挺多 咱们依靠神仰望神吧 我的经历也很浅 没多少时机啊 以后 无论遇到什么难处 都需要我们共同面对 只要我们多祷告 多读神的话 寻求真理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是 我这个人哪 缺陷也挺多 你要发现我做的不对的地方 可得当面指点呢 这才是真实的爱心 是 是 黑大侍奉啊 就得这样 是 对了 徐弟兄 明天聚会 我能含一些事也去办 要不 你去吧 可以啊 吴弟兄啊 今天轮到你再敢放手了 一定要看好吗 好 你们就安心聚会吧 好 徐弟兄啊 听你交投全能神的话 我们才清楚 主耶稣做的只是 赦罪慈恩典的救赎工作 是 全能神发表真理 做的正是 末世审判解禁人 拯救人的工作 是 但我们还没有经历神的审判 也不明白 神怎么审判人 解禁人这方面的真理 是 徐弟兄啊 我想问问你 恩典时代常说的得救 与国度时代所说的 德解禁蒙拯救 到底有什么区别 是 恩典时代信主 罪得赦免已经得救的人 到底能不能被提津贴国 大家对这方面的真理 还不透亮 你再给我们说说吧 好 感谢神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 太有必要交通了 是 对于恩典时代 罪得赦免的得救 与国度时代 败坏性情 德捷径 蒙拯救之间的关系 全能神的话 说得很清楚 咱们先看几段 全能神话语朗诵视频 然后再交通点个人的认识 好不好 谢谢 耶稣当时做的工作 是救赎整个人类 凡信他的 罪就得以赦免 你只要信他 他就救赎你 你只要信他 就不赎罪了 你就从罪里出来了 这就是得救了 因信称义了 不过在信的人身上 还有那些悖逆东西 抵挡东西 这还得慢慢脱掉 得救不代表人 完全被耶稣得着了 乃是代表人不属罪了 罪得赦免了 你只要信他 就永远不属罪了 第一次道成肉身 是将人从罪中赎出来 是借着耶稣的肉身 来将人赎出来 就是将人 从十字架上救了下来 但是撒旦的败坏性情 仍在人的里面存在 第二次道成肉身 不再是做赎罪计了 而是将那些 从罪中赎出来的人 彻底拯救出来 让那些罪得赎免的人 能够脱离罪 得着完全的洁净 达到性情变化 而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 归到神的宝座前 这样人才完全圣洁了 人的肉体属于撒旦 满了悖逆心情 污秽不堪 是不洁净的东西 人贪恋肉体享受太多 表现肉体太多 所以神对肉体恨物到一个地步 人脱离了撒旦 污秽败坏的东西 就得着了神的拯救 但是人若仍然没脱去 污秽败坏 那就还属于在撒旦的犬下 人的勾心斗角 诡诈弯曲 这些都是属于撒旦的东西 拯救你 就是让你脱离这些 神的做工不会错 都是为了拯救人脱离黑暗 你信到一个地步 能脱离肉体这些败坏 不受肉体败坏挟制 这不是得救了吗 你活在撒旦的圈下 你就不能彰显神 你属于污秽的东西 不能承受神的产业 你被洁净之后 被成全以后 是圣洁的人了 是一个正常的人了 你就蒙神祝福 蒙神喜悦 人得以被解救 意味着撒旦宣告失败 意味着一个人 不再是撒旦口中的食物 不再是撒旦要吞吃的对象 而是撒旦放弃的对象 因为这样的人正值 对神有信心 有顺服 有敬畏 是与撒旦彻底决裂的人 这样的人 让撒旦蒙羞 让撒旦丧胆 也让撒旦彻底失败 他跟随神的信心 与对神的顺服 敬畏 打败了撒旦 使撒旦对他彻底放手 这样的人 才是神真正得着的人 这就是神拯救人的最终目标 每个跟随神的人 如果想要蒙拯救 如果想完全被神得着 就必须面临来自撒旦的 大大小小的试探与攻击 从这里走出来 能完全胜过撒旦的人 就是蒙拯救的人了 就是说 一个蒙了神拯救的人 是一个历经神试炼 历经撒旦无数次试探攻击的人 一个蒙了神拯救的人 是一个明白神心意 明白神要求 能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在撒旦的试探之中 在撒旦的试探之中 不弃掉敬畏神 远离恶事之道的人 一个蒙了神拯救的人 是一个诚实 善良 爱憎分明 有正义感 有理性 能体贴神 保爱神的一切的人 这样的人 没有了撒旦的捆绑 亏是控告残害 是完全获得自由的人 是完全得以释放解脱的人 约伯就是这样的自由之人 这也就是 神为什么要将约伯 交与撒旦的意义所在 神话与朗受事节 咱们先看到这儿 咱们再读一段全能神的话 好 这一段我来读吧 好 全能神说 末世降生的这一般人 是什么样的人类呢 是经过撒旦几千年败坏的 是败坏至深的 没有人模样的 最终经过神的话语审判 刑罚 揭示 被征服以后 从这些神话当中 得着真理 对神心服口服 达到认识神 能够绝对地顺服神 满足神心意 神最终的经营计划 是得着一般这样的人 整个经营计划 得着的人类 就是一般能明白神心意 从神得着真理 具备了神所要求的 那个人的生命 人的样式的人类 最终得着的这般人 就是最终 生存下来的这些人 也就是神所要求的 神所喜欢的 神能够满意的 这一般人 这回我才有点明白 什么才是得救啊 是 刚才咱们看了这几段 全能神的话 心里亮灯多了吧 是 恩典时代 神做完救赎人类的工作后 为什么默示 神还要做审判人 捷径人的工作呢 是 为什么呀 这里面的意义 相当深远呢 如果我们不经历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是没法认识 这方面真理的 是 是 因为我们信主耶稣 都知道 得救是怎么回事 得救是指人 因着主耶稣的救赎 罪得赦免 而脱离律法的定罪 与咒诅说的 罪得赦免 就不再被律法定罪了 是 另外 主耶稣定十字架 已经担当了 我们一切的罪 嗯 并且 我们向主祷告认罪以后 也得着了主的赦免 同时 享受到了圣灵所赐的 平安与喜乐 嗯 这就足以证明 神的确赦免了我们的罪 是 但 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 并没有赦免我们的 犯罪本性 与撒旦性情 我们还能常常 说谎犯罪 心里还能 嫉妒人恨人 还狂妄自大 显露自己 抬高自己 贬低别人 是 临到天灾人祸 大的患难试炼 还能跟神讲理对抗 埋怨神 背叛神 嗯 当神做供 不合人观念时 还能论断神 抵挡神 你们说 就我们这样 常常背逆神 抵挡神的人 能有资格进天国吗 不能 圣经里明确说道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记忆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重敌人的烈火 主耶稣也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阿们 主耶稣没有说 罪得赦免就能进天国 而是明确告诉我们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圣经里这些话都证明 罪得赦免就能进天国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都是人的观念想象 没有神话根据 阿们 我们信主多年 都看见一个事实 就是人信主罪得赦免以后 仍然活在犯罪认罪 认罪犯罪的情形中 这足以证明 人信主罪得赦免 不等于人就脱离了 罪的捆绑下制 更不代表人就圣洁了 圣经里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根据圣经的话 可以肯定地说 如果人的撒旦性情 没有得洁净 就没有资格进天国 现在我们揣摩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我们信主 罪得赦免以后 还能常常犯罪 怎么努力克制 也摆脱不了罪的捆绑下制呢 是 就是因为恩典时代 主耶稣做的 只是救赎人类的工作 并不是默示审判人类 捷径人类的工作 真是这样 默示基督全能神来了 发表真理 做了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主要就是解决 败坏人类的撒旦性情 与撒旦本性 就是解决人类犯罪的根源 犯罪的本性问题 这样我们就完全清楚 神默示 为什么还要做审判人 捷径人的工作了吧 是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来看一段 全能神的话 就更清楚了 好啊 这段我来读吧 好啊 全能神说 就你们这样一个罪人 刚被救赎回来 不经变化 不经神成全 你能合神心意吗 就你现在的老旧人 耶稣把你拯救回来了 这并不假 你不赎罪 这是因着神的拯救 但并不能证明 你没罪 没污秽 你没经变化 如何能圣洁呢 你里面还净是污秽 又自私 又卑鄙 你还想跟耶稣 一同降临 有那么美的事吗 你信神 少一步过程 只是被救赎 没经变化 要合神心意 非得神亲自做工 来变化洁净你 否则 你只被救赎 不可能达到圣洁 这样 你就没资格与神 同享美福 因你在神经营人的工作中 落下了一步 就是变化 成全的关键一步 所以 你一个刚被救赎的罪人 不能直接承受神的产业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现在大家应该都清楚 恩典时代的得救 是怎么回事了吧 是 感谢神 多安就明白一些了 是 得救 就是人信主罪得赦免以后 有资格向神祷告 并且享受神的恩典 但犯罪本性与撒旦性情 还扎根在人心里 人受犯罪本性的支配 还能常常犯罪 甚至埋怨神 抵挡神 这就证明 罪得赦免的人 并不是被神得着的人 更不是能真实顺服神 敬拜神的人 可以说 人信主罪得赦免了 不管享受神多少恩典 仍然是活在撒旦泉下的人 仍然是属于撒旦的人 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是 这是这样 而经历神的审判 得着捷径 达到蒙拯救的人 就不一样了 因着他们明白真理 对神有了真实认识 能真实地恨恶撒旦 背叛撒旦 能凭神的话活着了 撒旦性情 得着了捷径 已经成为真实顺服神的人 这样的人 在神的眼中 就是真正脱离撒旦权势 被神得着的人 就是脱离罪恶 生命性情 得着变化的人 是 这些真实顺服神 敬拜神的人 才是蒙拯救的人 才有资格被神带进天国 承受神的应许 这就是恩典时代的得救 与国度时代的蒙拯救的 实质性区别 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清楚了 是 是 感谢神 什么是真正的得救 什么是德杰静默者救 这回我明白了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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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心理啊 就像开了扇窗 可料他了 是 是 是 以前牧师长老聚会长讲 人信主 就迎信诚意 迎信得救了 并且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主来 就能直接被提进天国 我们也就这样认为 就是 可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怎么祷告克制 也脱离不了罪的捆绑 我们也想实行主的话 想爱主 顺服主 可怎么努力 也达不到啊 是 是 我就有些困惑 就我们这样还能常常犯罪 背逆神的人 真能进天国吗 不 今天听了全能神的话 我终于明白了 以往我们信主所说的得救 是指罪得赦免 不被律法定罪说的 对 但人里面的犯罪本性 撒旦性情 还没得着解禁 这就不是真正的得救呀 是啊 莫是全能神 来做审判解禁人的工作 我们接受神的审判 得着真理 撒旦本性 撒旦性情解决了 这才真正得救 莫拯救了 感谢神 才有资格进天国呀 是 是啊 这要不是读了全能神的话 我们根本不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得救呀 是啊 还听行牧师长老的话 把罪得赦免 因性得救 作为尽天国的条件 这是 这不明白真理 这是糊涂性啊 现在我看清楚了 啥时候呀 我们的撒旦性情得着洁净 变化了 能真实顺服神 遵行神旨意了 才能说 我们是真正得救了 阿们 阿们 谢谢 莫是 全能神发表真理 做审判解禁人的工作 这正是我们的需要啊 阿们 是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不明白 再提点 好 这则就会再进 郑弟兄 不好了 警察来了 你们快走 快点 快在徐弟兄身上 好 徐弟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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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弟兄 你今天交通得太好了 就感觉我们 这缺少得太多了 如果没有明白真理的人 常常这样交官公营 光靠我们自己多神的话 那明白真理太浅 长进太满了 徐弟兄 你要是能常来 交官公营我们 那该都好 好啊 那以后 咱们就常在一起聚会交通 那太好了 走 咱们就能不能再聚会交通 那儿 咱们就能再聚会交通 那儿 咱们就能再聚会交通 好 飞楼 飞楼 夏夏 玩了半天了 该写作业了啊 好 去吧 这些天哪 有个事我看不到 我觉得 徐弟兄教动神的话 有亮光 对咱们听有帮助的 但他 好像很少谈自己 是怎么实行经历神话的 你说 这是不是问题啊 你懂啥呀 人家徐弟兄 撇加涉业的禁本分 因照新审 被抓作奸 都没有佛人审 站住了见证 这次 他家子没被抓作奸 他也没有法怨言 还照常禁本分 人家 不必咱们明白真理啊 能不知道怎么做工讲道吗 也是啊 弟兄回来了 这么多飞机啊 刚才下下碗的 还没吃饭吧 吃过了 小弟兄 我明天去城里聚会了 过几天才能回来 妈妈 那咱们呀明天早点做饭 弟妹妹 爸爸妈妈来电话了 来了 接电话 爸爸妈妈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想你们了 家里挺好的 嗯 你们放心吧 嗯 你们过年才回来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家里不能管你 嗯 方弟兄 你好 小秀住在你家 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 最近 小秀怎么样 我家姊妹 现在啥情况 有没有消息啊 小秀婶 冷练 美丽 他的心态 园络 我那 duinho 你也还那是我感电影 就会能安全一些 那咱机会吧 好 好 秦子妹没来啊 是 是 应该快来了吧 她一向很准时的 是啊 是 来了 来了 秦子妹来了 快进来吧 秦子妹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秦子妹 是不是 是啊 这几天 我真是痛苦地熬了 跟我那个不信神的丈夫 简直没法过呀 前些日子 她在外面找了个女人 还拿走了家里全部的积蓄 跟那个女的在外面归婚 这事都太邪恶了 知道了这事 我心里有气有憾 我辛辛苦苦做生意 她在外面 操持这个家 她竟然在外面胡搞 现在家里没钱了 以后我跟孩子怎么生活呀 我实在气不过了 就跟她吵 跟她理论 大哥倒好 干脆不回家了 干脆不回家了 临到这事啊 我心里很痛苦 很软弱 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你临到这事也是试炼呢 我们心神应该认识到 神主在一切 凡是临到我们的事 都有神的许可 都有神的美意 对 这事临到 我们到底该学什么功课 明白哪方面真理 我们得学会摸神的心意啊 是啊 应该多多祷告神 寻求真理 这才是最要紧的 是啊 我们来读几段 全能神的话吧 好啊 你们要想被神成全 得学会在凡事上 都会经历 在临到的事上 都能得着开启 每临到一件事 不管是好事或坏事 都能使你得益处 不能使你消极 不管如何 你都能站在神的一边看事 不能站在人的角度上 分析研究 这是经历的偏差 若按这个方法经历 你的心 就会被个人的生命的负担而占有 实时活在神的面光之中 不容易实行偏差 这样的人大有前途 阿们 神在人身上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在外表看到的 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 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 或出于人的搅扰 但是背后每一步工作 每一件事都是撒旦在神面前打的赌 都需要人为神 占助见证 就像约伯受试炼的时候 背后是撒旦与神在打赌 而临到约伯的 是人的作为 是人的搅扰 在你们身上 神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背后都是撒旦与神在打赌 背后都有征战 你该知道 每一件事临到 对你都是一次大的试炼 都是神需要你做见证的时候 阿们 临到试炼该怎么对待 该怎么实行进入 神的话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啊 我们经历神的末世做工 常常临到一些试炼 还有挫折失败 当我们经历过来以后 虽然受了一些痛苦 但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 看见 神许可各种人事物临到我们 都是为我们生命长大修理的 神就是借着这些事来试炼熬炼我们 借此显明我们的败坏 悖逆与缺少 让我们寻求真理 经历神的话 生命得以长大 看到神做工拯救人 太实际了 是啊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失恋患难 只要我们祷告神寻求真理 摸神的心意 神就开启光照我们 带领我们得胜撒旦 站住建成 阿们 亲子妹 如果没有这事临到 我们能看透魔鬼撒旦的仇台吗 我们用什么来证明 我们信神的人 与外邦人走的不是一条路呢 用什么来见证 神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呢 临到这事 神的美意是什么 现在明白了吧 不信神的外邦人追求的是啥呀 他们与咱们信神的人 走的不是一条路 怎么能有共同语言呢 是 所以生活在一起 就是痛苦 就是折磨 这一点你如果真看透了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对待 怎么处理了 就不受挟制了 只要明白真理啊 什么事情都好处理 不明白真理还体贴肉体 那就是痛苦煎熬啊 聪明人还是选择实行真理 顺服神 这样才能脱去蝉蕾 得着释放自由啊 我们如果不寻求真理 还想贪图家庭肉体的快乐 那就要受尽痛苦折磨 没完没了啊 有首诗歌里的话怎么说来着 没有真理活着也受罪 这话一点不讲呀 是啊 的确是这样 徐弟兄 你说得对呀 只是人在世中迷 就怕没人体呀 是啊 是啊 我就是情感太重了 神知道我的缺少 知道我的致命处在哪儿 神徐克这事临到我 就是在拯救我脱离情感的挟制 脱离撒旦的捆绑 撒旦的网络 是 这是神的爱呀 感谢谁 临到这事 我虽然受了一些痛苦熬练 但这也是好事 是 我现在就开始寻求真理 实行真理 感谢神 感谢神 这样一交通我明白了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这话的确不假 我就是领导师 不会寻求真理呀 这一寻求真理 什么难处不都好解决了吗 是啊 我们就差在这儿啊 是 徐弟兄交通的太好了 感谢神 感谢神 秦子们领到的难处 我都不知道怎么激励 怎么解决 是 徐弟兄这样交通 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是啊 原来神的心意 就是要拯救我们 脱离这些肉体的小兽 肉体的捆绑 让我们 在真理里得着释放自由 活在神面前呢 谢谢神 这明白真理就是好啊 是啊 对 看来 您倒是还真的寻求真理啊 弟兄姊妹的许多难处 我能交通真理解决了 我还是有些真理事迹啊 这李盟拯救应该不远了 感谢神 那我也谈谈我自己的经历 好啊 好啊 徐弟兄来了 两毛巾呢 昨天机会去了吗 去了 咋呀 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郭姊妹跟徐姊妹 配搭有一段时间了 他俩都挺狂妄之事 吃手之机 不容易听从别人的建议 尽本分 都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 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总是发生争执 谁也不愿放下自己 哎呀 现在他俩不能和谐配搭尽本分 我明白真理太浅 你交通不透啊 你能不能跟他们见见面 解决他们的问题啊 郭姊妹和徐姊妹啊 都能做些工作 就是性情狂妄 不能背叛肉体顺服真理 这是性情问题 不容易解决啊 是啊 就算我跟他们见面就通 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这得靠人追求真理 多经理沈的审判刑法 修理对付 才能达到变化呀 不过 我可以跟他们就通就通 看看情况吧 如果他们没有变化 还是佩搭不来 那干脆就把他们分开 只能这样解决了 人的败坏性情 的确不容易解决啊 你真人解决问题挺好 看来啊 明白真理看透事了 解决问题就是轻松啊 这也是我经历总结出来的 教会的各种问题难处啊 其实都容易解决 就看明白真理多少 明白真理多了 解决的问题自然也就多了 徐迪秀 我真羡慕你啊 中共的谣言 牧师上的谬论 你都能反驳 弟兄姊妹有啥问题 你也能解决 我看你 真是明白真理有实际啊 肯定能猛拯救进天国 你觉得 我真能猛拯救进天国 那当然了 你要是进不了天国 我们更进不去了 徐弟兄 我们走吧 行 viewed 徐兄 徐兄 你的来信 我收到了 dumped了 小秋挺好的 也很懂事 你就放心吧 另外 未来 你家姊妹的事 我们正在托人打听 你有消息就告诉你 你安心见本分吧 感谢神啊 今天聚会挺有果效的 真是神祝福啊 徐立军 跟你说点事 我发现啊 你和我一样都存在一个问题 就会讲到 谈认识亮光挺多 谈实际经历啊 谈少 比如交通神话 很少谈自己的情形 自己流露哪些悲逆 败坏 怎么认识自己的撒旦本性 怎么寻求真理解决的 有哪些转变 这些细节啊 都很少谈 咱们只注重讲到 给别人解决问题 自己却很少实行真理 把圣灵开启的亮光 供应给了别人 自己却没有实行精力 给别人交通阵里呢 请透亮 自己却没有进入多少阵里实际 这是咱们共同的缺险啊 以前啊 我就是这样 光住住做工 自己没有进入 导致信神几年都没有长进 到现在实量还是太小 生命性情也没有多少变化 咱们这样做工侍奉神 不容易达到蒙拯救 被成全啊 信神没有得着真理 临到患难试炼 很容易失败跌倒啊 这段时间 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徐弟兄 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啊 你说得对啊 最近我也有点这个感觉 可我没太在意 没觉得是多大问题 还以为 信神只要能疲能舍 能劳苦做工 尽本分有果效 神就会满意的 现在你这么一说 这的确是问题啊 是 不是你拿起神话 可以明目张胆地解释一番 就是有实际了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实际 有实际 不是你凭着嘴说出来的 乃是你活出来的 神话能够成为你的生命 成为你的自然流露 这才算是实际 才算你真有认识 才算你真有认识 有实际深量 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检验 能够豁出和神要求的样式 不是装强做事 而是自然流露 这才算是真实际 这才算是真实际 才算是有生命 对神的话能谈出认识 不算你的真实神量 只能说你天生就聪明有天赋 你指不出路来还是一场空 是没用的废物 谈不出一点实际实行的路 这不是伪装吗 不能把个人的实际精力 供应给别人 让别人学习功课 让别人有路可行 这不是假冒吗 不是伪劣商品吗 有什么价值 你说你一直跟着神受苦了 风里来 雨里去 跟神同甘苦共患难 但就是神所说的话 你没活出来 你就想天天跟着神跑就行了 你也没想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你说 反正你相信神是公义的 你为祝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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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祝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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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 祝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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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公义的这不佳 但这公义之中 不掺有杂志 并没有人的意思 不掺有肉体 不掺有人的交易 凡是被你抵挡的 不遵守他道的 都得经受惩罚 一个不饶恕 谁都不放过 你觉得我真能忘拯救今天国 那当然了 你要是进不了天国 我们更进不去了 咱们之中讲到 给别人解决问题 自己却很少实行真理 把圣灵开启的亮光 供应给了别人 自己却没有实行精力 给别人交通真理呢 请透亮 自己却没有进入多少真理实际 咱们这样做工释放神 不容易达到盲拯救 被成全啊 多亏李弟兄给我点出来 这一读神的话 还真是这个问题 这跟假冒为善的法利塞人 有什么区别呢 哪有资格今天国呀 方弟兄 不好了 出事了 许弟兄家姊妹 在监狱被警察打死了 啥时候的事啊 好几天了 刚才接到主人 领着警察到许弟兄哥哥家去了 要去领食呢 好 这事啊 咱们得告诉许弟兄 师父 前面就是照照了吗 嗯 啥 被警察打死了 总工 真是敞开人的恶魔呀 这咋跟许弟兄说呀 是啊 这咋说呀 许弟兄回来了 哎 哎 方弟兄 您咋来了呢 找你遇着事 好 家里还好吧 人家姊妹 没警察打死 什么会这样 我得回去看看 警察还在追捕你 你不能回去啊 你家里边的事 弟兄姊妹已经抱着处理好了 你就放心吧 嗯 想能 想能 这些年 我们俩 都为你花飞进去 走 走 把你打至什么 噢 想能 你为什么不保守啊 家子 我还做得不合你心意啊 杨子梅 徐弟兄家家子梅的事 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 我们刚才还在说这事呢 我打算去外汇去看望他 徐弟兄以往经历了一些失恋 就是被中共抓捕 遭受酷刑折磨 也没有背叛神 站住了见证 不过 这次他家子梅出事 这失恋不休啊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领受认识的 他家子梅 徐弟兄 好点吧 没想到 我家子梅会出这事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心里转弱 随便到这事都不好接受 但不管怎么样 怎么不能误解声发月牙 你家姊妹 被中共警察抓捕迫害 并使也不否认识背叛生 不出卖弟兄姊妹 这是德胜杀代的解证 是 香香历代的使徒卸之 有多少人为传绕神的福音 通行神的旨意修道 这是蒙生纪念的事 虽然他们的肉体死了 但灵魂并没有死 是神在主在安排着 主耶稣说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掉生命 凡为我上掉生命的 必得到生命 徐弟兄 这事你要看明白了 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了 你得坚强一些呀 多祷告神 多读到神的话 咱们明白真理了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多少人信我 只是为了让我给其治病 多少人信我 只是为了让我 凭着我的能力 将其身上的乌龟赶走 又有多少人信我 仅仅是为了得着 我的平安喜乐 多少人信我 仅仅是为了向我索取 更多的物质财富 多少人信我 仅是为了安然地度过此生 求得来世别来无恙 多少人信我 是为了躲避地狱之苦 获得天堂之福 多少人信我 仅是为了暂时地安逸 并不求来世得着什么 当我将愤怒赐给人的时候 将人原有的喜乐平安夺走时 人就都疑惑了 当我将地狱之苦赐给人 而将天堂之福 夺回之时 人就恼羞成怒了 当人让我治病时 我却并不搭理人 而且对人感觉厌憎 人就离我远去 寻找巫医邪术之道 当我将人向我索取的 都夺走之时 人都不见踪影了 所以我说 人信我是因我的恩典太多 人信我是因信我的好处太多 这些人跟随神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一个目标 得福 除此之外 与他们的目标 根本不相干的是 他们都懒得去搭理 他们都是在为经营自己的理想而跑路 不管道路有多远 也不管途中有多少艰难险阻 他们都坚韧不拔 誓死如归 话说到此 我们发现一个 人都从未发现的问题 人与神的关系 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是得福之人与赐福之人的关系 说白了 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 雇工的劳碌 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 这样的利益关系 没有亲情 只有交易 没有爱与被爱 只有施舍与怜悯 没有理解 只有无奈地忍气吞声与欺骗 没有亲密 没有亲密无见 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 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 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 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 这种关系的危机 这种关系的危急呢 我相信 当人都沉浸在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 没有人会想到 人与神的关系 竟是如此地尴尬 如此地不堪入目 不堪入目的 徐弟兄 你们来了 快快走 快走 徐弟兄 徐弟兄 来 坐 徐弟兄 现在情形怎么样 还好吧 好些了 听说 听说紫密不在了 领导这事 受了不少欧脸吧 家里出这事 把我的真实神脸显明了 头几天 我心里很煎熬 很痛苦 还发怨言 就觉得 我们新生多年 撇甲舌叶的尽本分 为神花费 神就应该堪顾保守 怎么还让我们临到祸患呢 我怎么也想不通 对神的心心 爱心 一下子却没了 本分也没心思尽了 心里特别黑暗 后来借着祷告神 读神的话 我就反显自己 当我享受神恩典祝福的时候 心里感谢神 尽本分也有劲 可临到痛苦失恋时 我就误解神 埋怨神 甚至跟神奖励对抗 我这样的脾气花费 并不是在实行真理顺服神 也不是为了尽受草植物的本分 而是想借着金本分 换取神的祝福 换得家里平安 亲人没平没在 为神花费 本来是好事 但我凭着唯利是土的撒旦本性活着 他这为神花费的旗号 满足自己得福的旗号 借然尽本分的实质 就成了与神告娇业 我这样的花费 不是在被你神欺骗神吗 哪有一点良心理智 是 想想我心神多年 做了不少工 讲了很多道 把圣灵的开启供应给了别人 自己却没有进入神话时机 生命性情也没有变化 简直太可怜了 这次失恋对我就是一个鲜明 暴露了我为神花费的存心 是只为得福 也暴露了我心神的颤藏 我这样心神 这样为神花费 根本就不符合神的心意 神的要求 我里面有这样的颤杂 怎么能成为真实顺服神的人呢 即使说爱神 也是假的 我真是没有真理实际啊 就在我这样为神花费 还没有知觉的时候 神允许这样的失恋镰到 只是我生命经历中的需要 更是神对我的拯救 是啊 只是我认识的还很肤浅 杨子妹 你们再给我交通交通吧 是啊 你这样认识挺好 收获不小啊 感谢神 没有神花鱼的审判 没有失恋的鲜明 我们不容易认识自己的败坏也缺少 看不见自己 还存在哪些实际问题 就连自己为神花费 从有缠杂都没有直觉 是啊 只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为神做工 甚至还认为 只要不违背律法 不弄断神 不抵挡神 不犯罪 有一些好行为 能做工讲道 就是有真理实际了 肯定有资格蒙拯救浸天国 我以前姓主师啊 也存在这些问题 姓全内神以后 经历了神花鱼的审判与施量傲恋 才看清自己被撒旦败坏至神的真相 狂妄自大 弯曲诡诈 自死贪婪 这些撒旦性情 在心里耿身低谷 成了我的生命 支配着我的思想行为 导致我 常常身不由己的 悖逆神 抵挡神 这时啊 我才感觉到 沈默氏做审判刑法的工作 太有必要了 如果没有神的审判刑法 即使神赦免了我们的罪 我们还是属撒旦的 抵挡神的人 永远都不会得到神的程序啊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我们来听几段 劝那声话语朗诵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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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们这样一个罪人 刚被救赎回来 不经变化 不经神成全 你能和神心意吗 就你现在的老旧人 耶稣 耶稣把你拯救回来了 这并不假 你不属罪 这是因着神的拯救 但并不能证明 你没罪 没污秽 你没经变化 如何能圣洁呢 你里面还净是污秽 又自私 又卑鄙 你还想跟耶稣一同降临 有那么美的事吗 你信神少一步过程 只是被救赎 没经变化 要和神心意 非得神亲自做工 来变化捷径你 否则你只被救赎 不可能达到圣洁 这样你就没资格 与神同享美福 因你在神经营人的工作中 落下了一步 就是变化成全的 关键一步 所以 你一个刚被救赎的罪人 不能直接承受神的产业 当没让你受刑罚的时候 你的手比谁举的都高 甚至比耶稣的手举的都高 还大声喊着要做神的爱子 做神的知己 我们宁死 我们宁死也不屈服撒旦 背叛老撒旦 背叛大红龙 让大红龙彻底垮台 让神把我们做成 比谁喊的都高 结果 结果 来了一个刑罚时代 人的败坏性情 就又显露出来了 人也不喊了 也没有心智了 这就是人的败坏 是比罪更深的 撒旦中到人里面的 根深蒂固的东西 人的罪不容易发现 就人这些根深蒂固的本性 人就没法发现 非得借着话语的审判 来达到果效 这样 人才能从此起头 逐步达到变化 人以往那样的喊 都是因为 人对原有的败坏性情 不了解的缘故 这些东西 就是人里面的掺杂 你信神 信得到底如何 真把命献上了吗 若在你们身上 做约伯一样的试炼 那你们凡是今天跟随者的人 没有一个能站立住的 都得跌倒 你们与彼得相比 简直是天地之别 今天 若把你们的财产夺去一半 你们就敢否认神的存在 若把你们的儿女夺去 你们就会坐接叫骂 若把你仅有的生活门路 都堵死 你就会找神算账了 那些被撒旦败坏过的灵魂 都掌握在撒旦的权下 只有相信基督被分别出来 从撒旦的阵营里拯救出来 带到了今天的国度中 这些人不再活在撒旦的权势下 虽然这样 人的本性还是在人的肉体中扎根 也就是说 虽然你们的灵魂已被拯救出来 但你们的本性仍是旧帽 你们背叛我的可能仍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的做工如此长久 就因为你们的本性太不可动摇了 现在你们都在尽本分中尽力吃苦 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 你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背叛我 重新回到撒旦的泉下 回到撒旦的阵营里 恢复旧的生活 那时的你们 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有点人味 有点人样了 严重的会灭亡 而且更会万劫不复 永世不得超生而受重刑的 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 听了这几段神的话 感觉很扎心 很受审判 神的话解释的都是我的事情 一点不差呀 我们都是这样啊 神的话解释的是我们本性里的东西啊 咱们再来读两段神话吧 徐弟兄 你来读 好 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你得知道 我 国度里不容许有污秽的人进去 不容许污秽的人玷污圣地 你虽然做了许多工作 你虽做工多年 但到头来仍是污秽不堪 你想进我的国度 那是天理难容的事 从创世到如今 我未曾对任何一个现私情的人 开过这样的方便之门 这是天规 谁也打不破 你得追求生命 今天要成全的是彼得一类的人 是追求个人性情变化的人 是愿意做神的见证 愿意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的人 就这样的人 才是被成全的人 假如你就是为了得赏赐 不追求自己的生命性情有变化 那就一切都徒劳了 这是永不改变的真理 我定归一个人的归宿 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 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 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 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 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 除此以外 别无选择 你们都应明白 不遵行神旨意的人 同样都要受惩罚的 这是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改变的 所以受惩罚的人 都是因着神的公义 而受惩罚的 是因着他们自己作恶多端 而遭到了报应 好 先读到这儿吧 神的话语 把我们信神的掺杂 得付的从心 还要导致我们 常常犯觉的撒打本性 撒打性情 都解释得很清楚 让我们幸福口福啊 神的话的确就是真理啊 阿们 我们信主虽然罪得赦免 归到了神面前 也能为神受苦花费 但我们的撒打性情 并没有解决 本性仍然是抵达神的 临到试炼熬炼 触及切身利益时 我们还能生不由己地 发怨言 弄断神 抵挡神 甚至否认神 背叛神 是 这样的人 即使罪得赦免归向神了 但被神得罚了吗 孟神称许了吗 信主师啊 没有人能看透这事 是 信全内神以后 我读了很多全内神的话 经历了一些试炼熬炼熟炼熟炼 明白了一些真理 才看透了这些事 刚心全内神的两年啊 我还是热心卫生花费 偏下一切进班班 被选为教会带领 但因着我狂妨自食 总是凭记忆进班班 不结束修理对付 给教会工作 带来了搅扰打岔 后来就被撤职了 当时我就夸了 觉得自己信神这些年 一直做长老 做教会带领 上层带领器容我 弟兄姊妹也给我看我 这下被罢灭了 我还怎么面对弟兄姊妹 这些年我近半分 没手术苦付代价 可到头来 命运地位没了 前途归宿也没了 那我信神近半分 还有什么意义 我心里误解神 埋怨神 跟神奖礼对抗 活在了被逆神 抵挡神的情形里 在事实的显明中 我对神所解释的 你们背叛我的可能 人是百分之百 背叛是人的天性 这些话才幸福口福啊 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情形啊 是谁啊 看到败坏的人里 无论外表怎么热心为神花费 有多少好行李 能讲多少道做多少功 如果不经过神的审判结境 还是属撒旦的人 一旦领导失恋 快进许可 撒旦本性就会立刻爆发 开始埋怨神 弄断神 甚至背叛神 这是事情啊 神是圣洁公义的神 只有得着真理 托取撒旦性情 那真实敬遇神 顺服神的人 才有资格进天国呀 像我们这样 撒旦性没有得着洁净的人 哪有资格进神的国呀 经历神的审判刑罚 我明白了一些真理 被自己 背叛神的撒旦本性 有了认识 发现自己里面的撒旦性情 太多了 还没有真正人的样式 离神的要求 差得太远了 这时啊 我信神的观点 才有了转变 开始注重追求真理 根据神的话 来解剖认识自己的 各种败坏情形 与撒旦本性 领导师 有意识地被派入体 按照神的话 实行进入 逐渐的 我的撒旦性情 得着了一些捷径 对神有了些顺服 感谢神 感谢神 我真实地体会到啊 自己被撒旦败坏太深 本性就是抵挡神的 的确需要神的审判刑法 施量殴裂 需要神的拯救啊 谢谢神 为得着真理 不管受多少苦 我都心甘情愿 这是最有意义的 感谢神 感谢神 这样交通太刺激了 是啊 不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与试量熬练的显明 我们的确不能真实认识 自己的撒旦性情 也很难看透自己的本性实质 到底是什么 我们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顺服 到底有几分 在什么背景下 能否认神背叛神 究竟是属神的 还是属撒旦的 这些事 根本看不透啊 是 今天这么一交通啊 我才看到 我们以往信神 只是在探向神的恩典 只满足于凭良心 为神花费做工 对神的心里 还缠有许多个人的喜好 盼望与要求 这些要求掺杂 隐藏在我们心里 是比罪更深的撒旦性情 是我们背逆神 抵挡神的根源 我们还说这些 撒旦性情的捆绑控制 怎么能说是脱离撒旦全是 蒙成救了呢 是啊 就咱们这样一个 还能背逆神 抵挡神的人 的确没有资格进天国啊 得见经摩折旧 真不是简单事 不是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就有保障了 信神不追求真理 不解离神的审判刑 不解离神的审判刑法 撒旦性情没得捷径 还是不能摸拯救 尽天国啊 现在想想 以往我们信主时 认为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赖恩得救赖恩尽天国 这些观点真是荒唐迷惘 都是人的观念想象啊 这又不是接受神的末世做工 我们对什么是真正的得救 莫拯救 永远看不透啊 现在宗教里的人 不可再持守 信主罪得赦免就已经得救了 只等到主来提接他们进天国呢 他们不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得救 不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不清楚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天国 这样稀里糊涂信到最后 不还是一场空吗 真是太可怜了 我们信全能神的人 在没有得到真理 性情没有变化之前 都还处在危险的边缘 丁到失恋呢 还能发怨言悲逆神 没有达到真正的得接近蒙拯救啊 宗教里的人 不接受神末世的审判接近 就想直接被提进天国 这太不现实了 可不是吗 可不是吗 以往我和宗教里的人一样 就等他出来直接被提进天国 现在想想啊 这不是辞心妄想吗 我们以往都是这样啊 感谢神啊 刚才大家这么交通 我心里亮灯了很多啊 感谢神啊 回想我心神这几年 我为神花费 尽本分 受苦付代价 常常给别人交通解决问题 尤其被中共抓捕 作奸受酷刑 也没否认神的名 过后还照常尽本分 我就以为自己有真理实际了 生命性情有变化了 还认为我心神是真正得救了 肯定能往拯救今天国 这次失恋 把我彻底显明了 看到我心神多年 只是明白了不少数量道理 学会了做工 有了一些好行为 但我里面说谎犯罪 狂妄自恃 自私诡诈的撒旦本性 还是根深低估 并没有得到洁净变化 临到重大失恋时 我还能发怨言埋怨神 这足以证明 我还能背逆神提挡神 还不是顺服神的人呢 我只有外表行为的变化 却没有生命性情的变化 这与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有多少区别呢 经历了神的审判刑罚 与试炼熬炼 我才看清楚 罪得赦免 不是真正的得救 并没有资格禁天国 只有经历神的审判刑罚 与试炼熬炼 扎根在人里面的犯罪本性 与撒旦性情 才能彻底得着捷径 这样的经历 才能使人达到明白真理 认识神 成为遵行神旨意的人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天国 神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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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